王林意外得到朱雀传承 让云雀子震惊万分 可云雀根本看不上朱雀的封号 他的修仙之路绝不会止步于朱雀心 书接上回 当背负猴子的老者打破禁锢开始反击后 云雀子脸色阴沉 他立刻放弃追杀王林 与那老者厮杀在了一起 老者冷声说道 你先前所施展的阵法的确有些门道 竟然可以利用初代朱雀子的残余之力 化作虚影将我禁锢其中 但若是主人本体降临 一拳便能打碎这个法阵 云雀子则是盯着老者肩上的猴子说道 去去傀儡之物 看我灭了你这分时真正藏匿之处 即便是你本体在墙 现在也无法赶到 可就在这时 朱雀墓再次剧烈晃动起来 这代表修心之精距离崩溃越来越近了 而从初代朱雀业无忧的坟墓中 升起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洁境 显然这才是真正的修心之精 云雀子与老者健壮立刻停手 向着修心之精冲去 至于亡灵并未选择去抢 而是利用魂帆包裹全身急速盾逃 他知道凭借自己的实力 绝不是云雀子和老者的对手 即便是拿到了手 也没时间抽回命魂 反倒会惹来杀身之祸 背负猴子的老者 抢在云雀子之前 将修心之精抓在了手里 可他突然脸色骤变 整具躯体化作白烟 被修心之精吸入其中 在老者死亡的瞬间 又有一道鸿芒 从虚空冲出与猴子融合 让其实力达到了问底后期 此刻的猴子虽然距离修心之精很近 可他犹豫不决 不敢继续抓取 而云雀子面对刚才的一幕 同样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中 不过很快修心之精化作一道神芒 向着亡灵顿逃的方位冲去 修心之精的速度快到无法想象 眨眼间就轰在了亡灵的躯体上 亡灵并未和老者那般化作白烟 反而是有一股符文之力钻入体内 这些符文在亡灵脑海中快速闪烁 与他接受古神传承时的经历颇为相似 紧接着便是关于夜无忧的种种经历 浮现在了亡灵脑海中 后方的云雀子看着全身散发鸿芒的亡灵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竟然是朱雀传承 没有得到朱雀子的认可 没有修心之心的融合 此子怎么可能会进行朱雀传承 此刻在亡灵脑海中 有个威严的声音说道 你可愿成为封号朱雀 守护朱雀星直至寿元归虚 亡灵知道自己若是同意 便能得到传闻中朱雀印的传承 虽说他如今只有应变修为 可凭借朱雀印便能与问鼎修饰一战 亡灵思索了片刻后 果断拒绝了朱雀传承 因为他的修仙之路 绝不是暗于一地 成为一代朱雀 当亡灵做出回应后 他全身的鸿芒快速消散 并重新聚集到了修心之经当中 最终那道威严的声音又传入亡灵脑海 想要拿回命魂 就要一命换一命 下一刻 亡灵从宫殿中冲出 云雀子则是紧随气候 至于拓森分时隐秘的小猴 却是不知前往了何处 亡灵看向不远处的柳梅与前锋 直接将手中的修心之经扔了过去 其实这两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前锋想要利用朱雀子给他的法宝击杀亡灵 结果突然看到亡灵将修心之经扔来 他心中一颤 没敢立刻抓去 很快他便后悔起来 因为云雀子速度激增 直接奔着修心之经及时而去 前锋见状一咬牙 祭出一个青铜人偶扩散出紫色的光运 而前锋的身体剧烈颤动起来 一道道血光从七窍中流出 被人偶疯狂吸收 前锋急忙捏碎一枚玉剪 才得以摆脱青铜人偶的吞噬 当青铜人偶吸收了足够的血气后 他凝聚成人形 化为了朱雀子的模样 而后朱雀子冷声说道 师弟 这场游戏终于到了最高潮的阶段 老夫借前锋之命化身来此 就是要与你好好的聚一聚 紧接着朱雀子将修心之经 融入到了自己的体内 与云雀子展开了激战 另一边的前锋则是露出争鸣之色 他心中暗骂到朱雀子这个老匹夫 老子幸亏没听他的 在战斗时将人偶祭出 否则还没杀敌 就要被他吸干了 事实上朱雀子打前锋的主意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前锋又年之时 朱雀子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 他帮助前锋吞噬诸多意境来提升修为 为的全是他自己 若是仙一族提前进攻 朱雀子或许早已将前锋的寿元给全部夺赦 王灵看到虚弱无比的前锋露出杀机 他直接挥动十一魂帆开始进攻 前锋急忙利用朱雀追雨之抗衡 他怒吼道 曾牛我们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何必非要置我于死地 王灵盯着前锋回应道 杀你只是因为我答应了红蝶 前锋大笑着怒斥道 你若没有十一魂帆完全就是一个废物 今日我即便是死 也要把你这十一尊魂帆给废掉 而后前锋又从储物袋中祭出一把充满秀记的铁剑 上面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他继续怒吼道 此剑是我前家老祖 上一代朱雀子留下之物 即便是这一代的朱雀子也不知道此物的存在 而你曾牛必会成为剑小王魂 久不ces 可真会